著名的投资大家查理芒格曾经说过 我和巴菲特之所以这么成功 并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 而是我们避免了很多愚蠢的行为 那么他在生活中也说 与其寻求成功 不如列一张如何才会失败的清单 那么如果避免了这些坏的品质呢 那你就会成功 还有他常讲的一个笑话就是 告诉我会死在哪里 我就永远不会去那里 那么这样我就死不了了 那么我们在投资中呢 一定要避免很多陷阱 避免去做一些愚蠢的决定 以及买一些不该买的股票 大家好我是老郭 又到了老郭聊投资的时候了 今天的主题是千万不要 Time in the market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请注册并点右边的小铃铛 台湾的market在中文中叫折时 是指投资者尝试通过短期内 预测市场的走势 来选择最佳的买入 或者卖出的时机 那么我们常常能听到类似的话 比如在宏观经济方面呢 有些人说那政府在明年初呢 会推出大规模的财政次制计划 也有人说呢 今年九月份央行一定会降息 那么我们在九月前呢 一定要买那种一降息就会升的股票 那么还有人说下个月公布的GDP数据会超出预期 那么我们一定要下个月之前呢 去行动 那么在微观方面呢 有人就说特斯拉下个季度季报将超出市场预期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下个季度季报前去买股票 也有说这个小公司据说要被苹果收购 那么我们一定要去买这个小公司的股票了 这些都是台湾的market的一些例子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台湾的market来交易股票呢 据诺贝尔奖得主的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指出 据他统计 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走向的准确力 通常只有三到四成 打个比方 去年年底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 今年美联储会在中旬降息 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的预测都是错误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不能用台湾的market来交易股票呢 因为如果你猜中了这个市场的走向 那么类似你的很多人可能也猜中了 这样的话在市场的好消息宣布之前呢 那么这个股票的股价可能已经包含了大家的预期值 那这样的话即使好消息宣布 那么股价有时候不深 反而会降 这种现象非常非常的不便 那么我们算一下你可以猜对信息 并且能根据信息赚钱的几率 那么假设你跟最好的经济学家一样 猜对经济的走势的概率是40% 那么猜对了以后呢 股票也会上升的几率是50% 那么这个40%乘以50%呢 你最后能赚到钱的几率 只有可怜的20% 那么我们预估市场的走向并没有错 因为一个股票的价格就是反映未来对市场的预期 那么台湾的market最关键的就是在短期内判断这个经济的走向 因为在短期内经济的走向受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 所以如果规定一个限期的话是非常难去判断的 我给大家以前用两期的时间讲过Oxism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我是在30多块钱买的 现在已经到了80多 而且它目前也是我的重仓 因为我觉得它未来的继续升值的潜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我听说这个公司呢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写一个投资报告 他当初在Oxism05这个药被批之前呢 就很准确的预测到FDA会批准这个药 他列出了很多非常非常好的理由 但是他犯的错误是试图time the market 因为他预测当年的1月份这个药去批准 于是呢他建议在1月份买入期权 那结果呢这个药在当年的8月份才被批准 也就是说他准确的预测到了这个市场 而且这个市场也随着他的预测而变化 但是因为他想去time the market 最后导致他的投资策略失败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短期内也会判断一个公司 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样的事情我们叫催化剂 但是别忘了催化剂不是反应剂 一定要注意安全边际 也就是说即使有催化剂 你也要在这个公司的股票的价格低于它的实际价格的时候 去入手买入 那么即使这个催化剂短期不能发生 只要你长期持有这个股票 你的策略也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有人就说了去哪里去找这些既有催化剂 又有安全边际的股票呢 其实这类的股票确实非常非常难找 但好处就是即使我们一年只找出一到两个这样的股票 那就足够了 那这种情况呢 就要求我们一定要避免很多很多的错误 淘汰掉很多很多不适合我们投资的股票 好了 老郭聊投资就聊到这里 老郭聊投资主要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投资股票的基础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就请注册 多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